艾多艾美的家人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 上台来分享我的会员故事 我是来自于台南永康教育中心 我姓邱 神圣的圣 凯旋的凯 很多人叫我凯蒂 因为我觉得叫凯蒂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 然后呢 其实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上个礼拜四中午 我接到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一接起来 它是07 高雄的嘛 然后我接起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我说 你好 我这边是艾多美 那请问各位会员 接下来你会怎么接下去呢 诈骗集团对不对 真的是 没有啦 我心里就这样想 因为我也经营艾多美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心里就这样想 我每天都在经营艾多美 这应该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题啦 那我就回答了一句话 你好 我也是 这时候呢 那个对方那边刚好认了大概三秒 我觉得我应该是正确解答 然后呢 我就今天上台了 谢谢各位 所以说想上台的伙伴呢 以后接到07的电话 第一句话应该说 你好 我也是艾多美 然后呢 接下来他叫我上台的时候要记得 就是要穿西装嘛 不过衍生出一个问题 艾多美呢 经营环境呢 是非常好的 它不用你的钱 不用你的成本 不用你的人脉 只要你愿意经营 可是呢 在艾多美它有一个非常严苛的环境 因为艾多美是人与人的事业啊 所以啊 它在减肥这一条环境上是非常的严苛的 各位伙伴说对不对 对齁 刚刚好像我们的总经理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呢 我只好买了大一号的西装 我减肥没有成功 因为时间来不及 不过呢 我还是勇敢的上台了 这就是我今天上台的故事 那接下来 其实各位伙伴在经营艾多美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难关跟困难点呢 有 其实我在初期经营的时候 面对我人生一个很困难的抉择 其实这故事应该要回溯到我19岁那一年 好像离现在有点遥远了 不过呢 19岁因为爱玩嘛 那时候刚好台湾的那个网路游戏很盛行 然后我秉持着艾多美的坚定原则 打死不退 然后呢 我渐渐的从台南到高雄 甚至到台北 一路一路的过关斩将 然后我就成为了台湾冠军 各位伙伴有没有掌声啊 然后呢 我成为台湾冠军之后呢 我就打了一通电话 打给我妈 因为我这辈子没有出过国 接下来我要代表台湾出国去比赛 然后打给我妈的时候很好笑 因为我老妈这辈子很反对我玩那个网路游戏 我相信因为应该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如此嘛 对不对 不过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然后因为我打给我妈不啊 我要出国了 台语可以吗 我妈就说你要去哪里 我就说我要去拉斯维加斯 那是在哪里 各位应该知道在哪里啊 对 然后我去了拉斯维加斯之后呢 我没有夺得一面金牌 我对不起各位伙伴 我没有为台湾赢得一面金牌 我输给了韩国人 对 从此之后 我回来之后 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 对 我开始很强烈的排喊 对 然后我买包包的时候啊 那个店长就说 年轻你好有眼光哦 这个是韩版的哦 然后我就放下去 哼 韩版的 打死不买 转头就走了 这个观念一直到现在 直到我接触到爱多美 我被爱多美我们的董事长跟爱多美的精神 我们有包容以及爱嘛 对不对 慢慢地融化了我 然后在我初期经营爱多美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没有中心的 那我们就四处去上课嘛 只要有中心的地方 我们就去上课 然后呢 我台南 高雄 甚至嘉义 我都会去跑 因为一开始初期再跟人家介绍 有一个很深的障碍嘛 我的好朋友都知道我排喊啊 那我要怎么跟他介绍 爱多美呢 对不对 所以说为了排除这个障碍 我很努力地去上课 那我很努力地去上课之后 我发觉其实还真的挺累的 因为你要台南 高雄啊 甚至像今天的成功学院这样子跑 其实是需要有坚定的那种信念 对不对 各位伙伴 你们都很有坚定的信念喔 对 然后呢 萌生的我跟我们中心长的那种信念 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服务各位会员 因为在爱多美初期啊 我们对爱多美不是很了解 所以基本上啊 我们好不容易心心念念地开创了 好像目前排行榜是台湾 比较漂亮一点的中心 其实这个中心 我们是很用心地去开它的 我们的装潢也投资了不少钱 然后呢 重点是希望让每一位会员 来这边都可以很开心 我开始接触爱多美的第一次 各位伙伴 请问你们第一次接触爱多美在哪里呢 在星云 在咖啡厅 在不知道哪个地方 其实我这辈子第一次接触到爱多美的地方呢 是我结婚的那一天 很厉害吧 我结婚的那一天呢 我的媒人刚好是 第一个要介绍我爱多美的人 然后其实她原本是打算介绍我的老婆 然后我就说奇怪 为什么媒人啊 会进去那个新娘休息室一整天 还有我这个新郎 都不能进去 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好啦 那重点来了 她送了一大堆东西 那那时候我的业障没有拿掉啊 所以我回家的时候 我老婆说 这个东西都是韩国的 那你猜我会用吗 各位伙伴 不会用啊 都是我老婆用的啊 所以说那个媒人 就没有机会成为我的上限了 然后接下来 我的好朋友来跟我分享爱多美 第一次我也是没有加入 因为我的业障真的太深了 对 可是第二次我看到我的伙伴啊 那个我的上限那么的用心 我想说好 那我就经营看看啊 加入看看 所以说在这边 小弟要跟各位 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个跟进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跟进你的会员啊 他可以成为销售大师 那各位伙伴要不要跟进 要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的上限 他就做对了一件事情 叫做跟进 然后接下来啊 我在建议爱多美的时候啊 其实遇见了很多困难跟问题点 然后我觉得啊 只要你愿意进入系统 愿意去中心上课 跟一日研讨会 还有成功学院 那些什么会员不好拉啦 产品不知道怎么介绍啦 不懂真正的爱多美啦 我觉得这些问题 都可以在你进入系统之后 得到完美的解答 各位伙伴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说今天的成功学院 是不是很重要 是齁 然后我觉得在爱多美经营的 这一段路啊 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大概在前三天 三天前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要上台了 可是还是发生了一件 令我很感动的事情 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同学 我有个同学 同学就是跟我同年纪啦 我还没有四十岁哦 对 然后我那个同学 其实他的生命即将走到了终点 他现在癌症啊 然后全身扩散 已经躺在那里 然后不省人事 你跟他讲话 他也听不到 他只会哭 不过重点来了 我会令我感动的地方在哪里 我去探病完之后啊 然后我发觉他的老婆 还有他的小孩 他的将来该怎么办呢 各位伙伴有没有想过 我深深的替他觉得很担忧啦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爱多美既然这么棒 既然可以创造我们一份 这么好的被动式收入的话 那各位伙伴 是不是要努力的经营趁早呢 所以呢 我在这边送给各位伙伴一句话 爱 爱多美的爱 爱要及时 不是等你需要它的时候 我们才来经营爱多美 而是我们先经营起来放之后 才知道后面的美丽 才不会去后悔你的人生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